蓝白相间 美国行政专机落地台湾松山机场 这是1979年台美断交以来 最重要的一刻 也象征台美关系更进一步 但这紧密关系也恐怕对台湾 造成隐形威胁 我们又期待提升双边的关系的同时 我们也不能忘记 各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讨压 今天港府的这个作务 蔡政府美国虽然做出许多实质改变 但对台湾的经济利益似乎视而不见 众所期盼的美台FTA双边贸易协定 也在最后一秒踩了刹车 虽然绿营出面要外界别把经济议题政治化 但美中台三方角力战 早随着两大强权的对立日益加剧 更成为美国总统大选核心议题 台湾在美中新冷战下很难置身事外 台湾不宜多涉入挑衅 必战求全是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上策 学着忧心台湾只是美国对付中国的马前卒 金融时报也说台湾肯定成为美中角力的关键战场 假如在两大强权之中 台湾也似乎没有说不的权利 欢迎新闻林静廷 杨植玉台北报道